《楓遠征的表演課》 這本書叫《楓遠征的表演課》 現在很多表演的書都理論性很強,實用性很差 所以我就想寫一本相對通俗一點 講了一些我的經歷 一些塑造人物的筆記 古為什麼說老演員演戲好 演技就那三招 但是真正能夠讓你看到他身上閃光的東西是什麼 是他的經歷,是他對生活的積淀 是他的文學底蘊最後導致了他這樣去理解這個人物 把人物塑造出來 很多觀眾來看我的杜甫的時候會說 我原來是看《詩盛》來的 可是沒想到這個,你怎麼寫了這麼苦的一個杜甫 如果杜甫不苦,他不會寫出那些詩 杜甫帶著他兒子去要個飯 杜甫去和動物去搶吃的 所以他才能寫出《毛巫衛秋風索婆歌》這樣的絕句 很多時候都在舉這個例子,不要和陌生人說話 這個角色沒法生活中去找對應 我就打了婦女熱線 對方馬上就警覺了 你肯定是一個暴力實施者 就開始勸我,開始給我舉例子 那我堅信這個人的存在性 我也堅信這個人身上的矛盾性 他絕不是壞人 他是一個心裡扭曲的人 他對《梅香南》的每揮動一次胳膊都是對他的愛 還有一個人物,我就只舉一個就是《非诚勿扰》 艾莫莉 很多人在問我,說馮先生這個角色是不是特別難演 我當時沒有覺得 因為我是在上學的時候 我們老師就堅定地告訴我們 你們要多觀察生活 現在就是我出門到哪兒去 我都會下意識地觀察生活 是一個職業習慣了 比方說人面對生死的時候 我在台上演出的時候,我父親在這邊去世 當我給家裡打電話 我愛人一接電話 我就意識到他可能已經走了 我眼淚已經有流下來了 我當時在想,到醫院的路上 我可能會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恰恰相反,很冷靜地把車開到家 很冷靜地接上我愛人,很冷靜地到醫院 直到冰櫃打開 看到我父親那張臉的時候,我才流下眼淚 隔一年以後,我在錄藝術人生的時候 我當時在現場談到這段,我已經控制不住 就哭得不行了 但是當我現在在談的時候 我就是覺得在談別人 我將來遇到這種情況下的話 我一定是按照生活當中的很多真實感去做 上中學的時候 那會兒是80年代 當時我是被教練來了以後就跳鐘去跳傘 我那會兒就想當陳景潤 就是戈德巴和蔡翔那陳景潤 一跳下來我就喜歡上了 所以就覺得高考對我來說不重要了 高考也考不了了 那怎麼辦,當理事工吧 我還做了一點拉鏈,接受現實 最後不喜歡,突然被人家帶著去學表演了 就一路走下來了 年輕時候的決定不是說深思熟慮 可能帶有賭博的形勢 其實之前我在劇院 誰結婚誰離婚我都不知道 一二、一三年左右 突然有一天覺得誰退休了 然後突然發現再排隊的話就我又該退休了 你會意識到上課沒人了 所以突然有一種責任感 然後那會兒就開始罵街了 所謂的罵街就是表現哪兒不好 就是什麼呀,就罵,就訊人了一頓 正好有這麼個機會找我談 說能不能管這個事 楊麗欣正好退休 所以就決定接手了 首先管一百多個人 新的話劇裡頭有一半不是北京人藝的人 都外請了 那怎麼讓他們回來 包括演員家裡有問題了 他找到你,你也要去做工作 其實也有很多壓力 但是科夫輩就是以身作責 我覺得最重要 我覺得先給他們種樹 不一定枝繁葉茂 先讓這棵樹長起來 然後再退休 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嗎 為甚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